這些帶風向的台商 明明知道中國現在非常非常的 疫情非常的險峻 他們都要做到14加7 或是14加14了 而且中國對所謂的境外移入的標準 甚至比台灣還高 結果你卻因為要帶風向之故 要求台商回台灣的時候 要不然帶什麼中國疫苗的風向 或是所謂的疫苗的passport 或是所謂的綠色的通關 你沒有想想看 你所處在的中國大陸 基本上嚴正以待 或者是疫情正在擴散失控中 下一步叫做春運 全世界在看你現在還敢春運嗎 你敢不敢大規模的 去做這些人員的移動 當中國自己都面臨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那像這一些買辦 或是像徐振文這些人 這時候像新黨就告大家說 台商回來好辛苦 成本很昂貴 或是時間的機會成本很高 或是防疫旅館都訂不到 有住在台北的人 後來訂到花蓮 我覺得都極端的狀況 因為台灣的防疫做得好 其實我們都已經被教育了 去年的這個時候 所謂的境外主角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也就是大家都已經預料到 武漢肺炎有可能危害 或是造成生命財產的影響 現在的狀況有比較緩和嗎 我剛才為大家介紹石家莊的狀況 或是中國內部的狀況 就是要告訴大家並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憑什麼要求自己的CDC 跟我們的衛福部 跟流行病的指揮中心 網開一面 或是把螺絲釘放鬆一點 或是把門某打開一點點 我覺得沒有這個道理 那我對於這樣的想法 我只能說叫做匪夷所思 甚至居心剖測 你們到底需不希望 我們自己國家 跟自己台灣的防疫 能夠持續維持呢 目前這麼好的狀態 為什麼台商 他們現在在抱怨的是 說這個地方太簡陋 摩死之地 是不是回到什麼50年代60年代 為什麼這樣簡陋 好像是在監獄一樣 這是在上海非常知名的 台灣人社團 叫做台商太太新天地的微信 他們曝光就說 大家看到都嚇呆了 說這是不是監獄 那你看他陷重陷 陷害太多 然後陷害太多 然後現在陷害說 所在太過簡陋 怎麼樣來看 我覺得中國的防疫做到現在 到底是不是末段般的 還在掩飾自己是最後一名 然後來這些台商太太 你其實在上海 你應該知道 中國現在疫情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麼結果呢 我知道其實我必須講 在第二波的變種 這個疫情爆發之前 其實我們在立法院 包括我在內 像我是不分區 其實我沒有那麼直接的選民服務的壓力 但是每隔一陣子 我就會收到像台商啦 或是需要出國往返的這些 呃我們的台灣的朋友 跟我說 欸我們14天 真的太嚴格了啦 人家比如說新加坡 已經說台灣可以七天 那我們可不可以展現外交上面的友好 也七天 然後中國兩岸一家親啊 你看中國的疫情 當時他們還在那邊跟我講說 中國的疫情其實人家控制的很好 上海是自由在活動啊 台灣自己在畫地自線了 哦 所以還跟我講說 你趕快去陳情 因為你是不分區 所以你趕快站出來幫他們講話 所以我就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我許多其實 國民黨的這些立委朋友們 他們只要遇到陳時中 前一陣子哦 除了他們關心這個美國豬肉進口的問題 在就是 不論是公開的質詢 或是私底下哦 甚至於在議場上面質詢的時候 都希望是說趕快放寬這個期限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最好有一個泡泡 但是我想講的就是 其實這個是剛剛 在今天啊 在昨天的時候 就是這個 我們衛福部醫療的應變副組長的 王必勝他的臉書 他特別提到是說 不要說我們的隔離哦 是所謂的什麼 像集中監獄營一樣 沒有這一回事 你來看這個畫面 他說這個有什麼 巴黎島風啦 古典風啦 然後這個宿舍風 但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這個照片點開 都非常的簡潔乾淨 但是其實他要提醒的是什麼 我們其實就是隔離的必要性 所以就是一定是一人 一室 然後一位 讓大家在這隔離的當中 彼此不會有接觸 其實我想講的就是 各國的這樣的一個醫療系統 都呈現一個崩潰的情況 其實我必須 平心來說 從我們防疫到現在 一年多了 最辛苦的是誰 永遠都沒有放假的是誰 我必須講是這些前線的 包括我們防疫的醫護 以及檢護 檢護 以及檢人員 還有就是這些 為了這些隔離的人 在做打掃工作 或清潔工作的人 其實它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醫療的後盾 當然我們知道 其實你是去隔離 你不是去度假 你也不是去住飯店 最重要是什麼 是乾淨 整潔 然後符合這個隔離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你要放一個心態 就是你想要回來台灣 我們也都非常歡迎你回來台灣 就像剛剛講的 其實要不是因為疫情 還在持續過大當中 全世界就是台灣最好 台灣是第一名的優等生 你們也覺得因為台灣安全 不只是因為過年要回來團圓 最重要是不要把疫情從中國 像石家莊新聞這樣帶回來 那麼既然是如此的話 你既然不是要來度假 你為什麼還要在那邊在乎說 到底有沒有吃得好 住得好 睡得好 如果你要吃得好 住得好 睡得好 我想那就留在吃得好 住得好 睡得好的地方 不要到檢疫所 不要回來 這不是就好了嗎 我其實不是很了解 這些心態到底是什麼 你這位台商太太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真的在大陸的政策 比較好的話 我覺得你今年就響應 大陸的政策 不要移動 你就留在大陸過年 然後不要急著回台灣來 那台灣還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說 你打這個 有人講說打疫苗 我就可以少 不要28天 那我們這邊的14天是不能少 那你打對方的疫苗 那你去跟對方講說 可不可以少 不要少 不要做14天 那否則你打疫苗是打假的嗎 我打了疫苗 你還關我14天 那跟打 跟沒打有什麼兩樣 因為他保護你只有7% 對啊 那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說你不能說我打疫苗 我就要求我28天 通不要照規定 否則你就要求對方減少 而不是台灣